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最晚骑是9月6号进行的一盘往骑 由黑方挡一飞,对战白方可洁 我们一起来清赏一下 开局,黑骑搓脚目,白骑向小目 之后黑骑挂脚,白骑反挂,黑骑飞压定型 开局都是一些常规的下法 黑骑往脚上碰也是现在流行的定型 接下来白骑断打完之后沾,黑骑单长 然后白骑连续往前压 因为这个地方白骑肯定是要往左边夹攻黑骑的 如果说只是往这压两手 然后白骑直接夹过来的话 外面骑太紧,黑骑可以飞出 直接把白骑断开 所以说白骑继续往前压 先把骑藏出来,再夹攻黑骑 黑骑肯定要先做根据地 所以说黑骑往路飞 白骑小尖,黑骑爬回 这个地方黑骑虽然说已经安定了 但是空同时也就被白骑压扁了 接下来黑骑冲,白骑挡住 黑骑在爬回之前先往外连续点刺 把白骑走中,然后再爬回 之后白骑往脚上冲,破坏黑骑的骑形 再往路跳一个,这个也是白骑的先手 黑骑挡下去联络 这样的话白骑真的一个先手 再往中间这里飞出 这块骑就非常舒展了 而且中间这一带还有一定的潜力 虽然说黑骑下方这块骑也比较厚 但是底盘不稳 所以说黑骑想围住下方的空 至少两边的缺口要补掉 实战黑骑往脚上碰一个 白骑虎出来,然后黑骑单长 白骑而努力 这个地方虽然说黑骑交换了两手骑 接下来往外飞 但是这里的空,尾的还并不牢固 因为左边这里还是漏着风 白骑甚至于可以马上打入进来 这样的话黑骑如果说往左边这里拐头 那白骑就可以拆 黑骑要是假怪的话 那白骑往左边压 所以说这块空白骑现在随时可以掏掉 不过实战白骑没有这样下的话 就是不想让黑骑再往右边这里发展 所以说白骑先往脚上碰一个 这个地方白骑的思路非常不错 从两边想要同时破坏黑骑的潜力 然后黑骑往前长 白骑长一个先手 二路扳,黑骑拐头 接下来白骑跳出 那黑骑靠压完周长 白骑虎一个补断 那黑骑右边这里已经包扎住了 接下来再往左边拐住 现在看来黑骑这里的空 尾的还算是比较扎实 不过接下来白骑往脚上 挺头之后 这块空还是围得不够牢固 因为两边漏着风 那以后收官的话 白骑至少可以往一路大伸腿 那黑骑的空就已经被压缩了 而且两边都漏着风的话 白骑以后甚至可以直接打入 那不管是以后往二路走一手骑寻求联络 还是往旁边拆边都可以扩大眼位 那所以说这个空里面的味道还是比较差 接下来黑骑往中间这里冲一个 那这一手骑非常厚实 并且对于白骑左边这块骑 多多少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白骑要是不补的话 那黑骑以后至少可以往中间扳头 那破坏白骑的眼位 但是这一手骑AI认为还是走缓了 那毕竟没有增加太多的目数 被白骑往右边拆边的话 那黑骑是比较亏的 所以说刚才这个时候 黑骑应该先往右边拆过来 因为白骑的这个空还漏着风 白骑补的话 那黑骑边上也可以撑空 实战黑骑往中间冲一个 然后白骑拆边 黑骑就猛攻白骑左边大龙 先尝出来 要求白骑补断 然后黑骑往上飞压另行 接下来白骑靠完周斑 也是一个定式的下法 黑骑可以先手把外面变后 之后再往上压 白骑单长 那走到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白骑现在四个脚在手 黑骑最大的一块空就是在下方 但是围的还并不牢固 所以说这个局面是白骑更加容易掌握 接下来就看左边这里的战斗了 黑骑如果说想要尽可能的把白骑的眼位破坏的话 那黑骑可以往这儿拐头 白骑连回 因为这里有个斑断 白骑联络之后 黑骑再往这儿小间 那白骑的眼位就已经全部被破坏了 但是这样下的话 首先黑骑的步调非常慢 而且黑骑同时也就变重了 白骑往上飞的话 可以切断黑骑这里的联络 黑骑继续往中间这里跳出 白骑点刺完之后再冲出来 这样的话就形成双方互跑的一个局面 黑骑也占不到便宜 实战黑骑还是先往外跳 等白骑跳出的时候 黑骑往上联络 这样的话至少黑骑暂时没有后顾之忧了 白骑点刺扩大眼位 当然这个地方白骑还是非常薄 黑骑可以马上往左边冲 白骑搬住黑骑断 这样的话如果说白骑往左边打 黑骑断打完之后吃掉中间这颗子 白骑还是不活 白骑如果说弃子的话 虽然说可以振得一个先手 但是毕竟左边这块骑死掉 损失还是有些大 所以说黑骑完全可以先冲断 实战黑骑往右边冲 那白骑反冲一手 黑骑顶住 白骑连回 这样的话白骑就暂时安定了 左边可以断吃这两颗子作业 中间这里黑骑要是夹过来 白骑虎一个 黑骑冲白骑往下方打吃 也可以联络 所以说白骑暂时安全 接下来黑骑往上压 白骑单长然后黑骑右边打入掏空 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让白骑全部围住 白骑靠压然后黑骑再往里面点刺 这个时候白骑就要考虑能不能冲下去 冲下去的话 如果说黑骑只是往这顶完之后搬回 那刚才这颗子就已经损进来了 那这个肯定不是黑骑的立项图 不过白骑冲的时候黑骑可以站 搬完之后往上路立 外面这里要打持穿出来 那白骑得补 脚上这里黑骑往三路爬的话 马上就要打持连回 所以说白骑要粘补断 黑骑刺一个也是先手 然后再搬回的话 这个地方黑骑可以做活 所以说白骑也就没有继续往这冲断了 那反正也杀不了黑骑 干脆就把自身全部联络完整 单沾 黑骑顶完之后搬过 白骑连搬 接下来黑骑再从脚上扩大眼位 飞刺 白骑粘 然后黑骑单沾 这个地方先往这断打 然后贴回也可以 白骑粘的话 那黑骑贴住 白骑往右边这里冲断 黑骑就粘上 然后吃掉上面这三颗子 黑骑也算是比较有收获 始战 黑骑单沾 白骑飞下来 黑骑冲 白骑反冲一手 那等于说还是形成一个转换 跟刚才差不多 黑骑把这三颗子吃掉 然后白骑先手把脚空为住 虽然说稍微损了一些 但是接下来白骑就可以施展 下方这里的手段 之后白骑直接打入 黑骑夹过来搜根 白骑靠压 这个地方虽然说黑骑非常有心情 把白骑全部侵吞 比方说黑骑下得狠一点 那就直接往中间补骑 让外面的包围圈非常牢固 但是底下这里再让白骑走一走的话 黑骑就不太好杀了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 因为有二路立的这颗子 白骑往二路脚尖 马上就要联络 黑骑要挡住 白骑搬的话 黑骑也不能让白骑作也 那只有继续破也 白骑贴住先手 黑骑挤 这个地方黑骑 虽然说可以破坏白骑的眼位 但是气太紧了 而且白骑 左下角这里 也有二路立的这颗子 所以说接下来白骑可以正 铺完之后大伸腿 黑骑要把白骑分断 打持 那白骑还可以再往这里一路扑再打 马上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截针 然后左边这里白骑也可以连回 所以说 这样下的话 黑骑不太好杀白骑 实战黑骑还是单退 那白骑往外掉了一个 然后黑骑冲完之后贴住 这个地方其实黑骑也可以断 不过可能这样黑骑觉得味道更差 所以说贴住 但是就算这样补的话 还是没有完全补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实战 白骑往右上角扳 发动这里的这个截针 然后再往下扳 主要是白骑这里的截材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对于右上角的这个截 白骑还是非常有信心 接下来黑骑断打 白骑再提 黑骑往左边粘 粘回正 和子的话就会影响到白骑 左边大龙的死活 这个眼位比较成问题 所以说白骑先冲一个 把这里的联络补好 然后黑骑先提节 白骑沾 黑骑打吃完之后贴住 然后白骑也就暂时没有提节了 直接往下方长 这个地方白骑想要直接在这里出骑 然后黑骑站的时候白骑左边拐住 这里还要继续补一手 不走的话被黑骑再往前冲 那大龙不活 所以说白骑拐住 坐眼 黑骑往下靠住 白骑再提节 黑骑左边冲 提过来 然后白骑下方团住 黑骑阿鲁夹 渡过 白骑再提节 之后其实这个节 黑骑也可以继续再打一打 这个节才还挺多的 比方说左上角这里冲 白骑要跟着硬 然后白骑往下冲 提过来 黑骑右边这里断 想要做活 也是节才 所以说这个节 双方还可以打一会儿 但是最终可能黑骑还是打不够 因为白骑右下角这里的节才 也是非常多的 实战黑骑往左边这里拐住 瞄着这里的断点 那白骑就不要了 直接把节消掉 然后黑骑再断吃这一块 不过这手骑也是降到非常多的胜率 AI认为吃这几颗子吃小了 黑骑还是应该往右边这里冲 冲的话 首先白骑也不太好冲断了 因为这个地方像这种二路断是先手的话 这个地方断打 然后脚上就要打吃穿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骑是补不好的 那黑骑冲的时候 白骑如果说就把左边连回 那黑骑再沾 等于说把右边这块骑全部连落 外面贴着黑骑这一块也有一定的潜力 黑骑也可以成空 所以说这里的目鼠是要大于左边这块骑的 实战黑骑断吃这几颗子被白骑打出完之后往右边跳加 那这样的话这里白骑就全部补好了 而且黑骑右边就死掉了 那这个时候黑骑的局势不太有力 那接下来黑骑肯定要往空旷的地方走齐 那像上方这里现在价值最大 所以说黑骑应该马上冲完之后断 断完之后再拆边 至少还可以威胁目鼠 这样要比实战好 实战黑骑先往左边二路扳 如果说白骑挡住的话 那黑骑先手交换 然后再往上方定型也不迟 但是接下来白骑也是抓住这里的时机 直接选择断 断完之后再往二路拐住先手 然后白骑脚上就不补了 直接震的一个先手 提截 黑骑二路爬 白骑搬脚上还是活骑 然后当黑骑再提过来的时候 白骑把上方这颗子连回 这样的话就算以后黑骑再拆边 白骑往上爬 这里黑骑也围不住目鼠 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定型 黑骑有亏了 接下来黑骑往右边冲 白骑搬黑骑断 那接下来白骑最为严厉的下法 就是往中间这里搬 然后虽然说黑骑右边断 这里挖一个 然后再打持白骑连回去 因为气井 黑骑打直接不归 但是白骑可以正 先往下方粘 先手提掉 这里松出来口气 白骑中间这两颗子 马上就要连回了 黑骑要是转换 打持的话 白骑就直接吃通下方这一块 白骑这条大龙也就全部连通了 这里转换的话 黑骑的目鼠肯定非常亏 所以说白骑可以考虑往中间这里搬 从而把这颗子联络 对于黑骑右上角也会产生一定的威胁 毕竟黑骑还没有活干净 实战白骑打持黑骑跳出 然后白骑贴住黑骑粘 白骑往上长 黑骑右边断交换一下 然后单粘 这样的话黑骑上面暂时就不用担心了 又可以坐眼 又可以包围白骑这两颗子 接下来白骑往下方粘 那下一手棋黑骑又出现问题了 这个地方黑骑就应该直接挡住 白骑如果说挖粘 那黑骑就补一手 这里可以全部吃掉 但是这样下的话 只能说比实战要好很多 但是黑骑的这个目鼠还是不够 实战黑骑往这补的话 那白骑挖粘 那黑骑也没有管 又往上方虎一个 想吃掉白骑这两颗子 那下方出起了 被白骑冲下来之后 那黑骑左边要先拐住 不然的话白骑继续往前压 下方两颗子要连回 上面又有冲断 所以说黑骑拐住收气 然后白骑路搬 黑骑倒虎坐眼 白骑冲完之后再往这挤 先手再往一路立 那这个地方黑骑收气 白骑挤一个收气 就马上要形成一个双活 那黑骑收气就双活 而且这个地方 黑骑如果说暂时不收气 想杀白骑中间这里大龙的话 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黑骑冲完之后往这破眼 虽然说是个直三 黑骑点进来可以继续杀骑 但是外面的包围圈就非常薄了 白骑就从这儿断打完之后 再往这儿连续打吃冲出来 这个看的也是非常清楚 那白骑就直接可以突围了 而且黑骑下方还牵了一手骑 实战黑骑还是补了一手 那形成双活 然后白骑顶住 把中间这里做活 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变数 最终走到黑骑往上拆边 白骑挖一个的时候 黑骑认出 因为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黑骑只有挡住 白骑脚上提掉先手 再往上继续围 那把这里全部联络 黑骑的目数已经差的比较多了 好 那这番骑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骑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